光源二三是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我的城市最近下了大雪 浪漫的人看雪会快乐 但消沉的人看雪却不一定会轻松 今天就讲个雪中走来的故事 一起欣赏天空餐厅 2008年1月的日本北海道大雪纷飞 一位女子在积雪道路中下车 汽车缓缓使力营装塑裹的世界 女人仿佛这个黑白世界的孤儿 此地只有继承家族牧场的舍乐 每天与奶牛对视 发觉有不怕冷的客人造访此地 口吐白雾的女人没有求助 也不想搭车 只问这牧场能否看见大海 舍乐给出肯定答复 只要春暖花开 这里就能看见美丽的大海 受冬的女人喜出望外 只愿要在此找份工作 可小小的牧场哪里有多少工作 舍乐脱口而出 可只是缺个老婆 这一句话当然是玩笑 和女人似乎很认真 随后便体力不知倒了下去 奶牛们静静注视着这一切 她们产出的热饮成了此时的救星 女人用好奇的眼睛注视着这一切 喝过牛奶的人很多 但这样喝牛奶的人 东京也找不出几个 舍乐也渐渐明白 来自东京的客人为何造访牧场 去年来采访的记者竟然真的招来客人 而热泪盈眶的女人也就此决定了终身大事 缺个老婆的舍乐度过了漫漫长冬 十年不过虚余 待到艳阳高照的时候 舍乐已在给女儿讲述当年结婚的故事 婚礼那天没有客人 只有奶牛们大声祝福舍乐与阿辉 阿辉后来真的见到美丽的大海 也没为当初的决定后悔 这里有上家的牛奶 有每天感激自然恩赐的家人 有每天清闲甜淡 却又能无忧无虑生活的幸福 舍乐牧场在本地最重要的使命 就是为乳制品提供优质奶源 舍乐自己也在学做奶酪 可就算学习十年 牧场奶酪也获得了不错的口碑 舍乐就是觉得欠缺了什么 他还是照常给乡民们送货 并接过阿辉托付的信件 准备送往大谷先生一家 杂志摄影集里的旅游圣地 就是舍乐每天的送货路线 清风拂过园引和树林 带有阳光照射后的独特气息 万物生灵在此宁静生长 绿色中包含着喜悦 舍乐穿行各地 顺路带走朋友们寄存的农产品 却在今日发现本地少见的年轻人 这似乎是附近农场新库的工人 见到有人问话后连忙回避 还被脚底的羊群吓了一跳 舍乐暗自撑起继续赶路 终于遵照妻子的主妇 将礼物送给了大谷夫人 夫人是一位画家 如今在画的正是大谷先生 先生长年居于奶酪工作室 很少出面见人 但正如妻子所说 他其实是个温柔的人 走过长桥的舍乐 也希望先生今天心情会好 作为大谷先生的徒弟 他多么希望能够掌握奶酪制作的傲益 有朝一日能让先生喜笑颜开 而拜访的次数多了 也就注意到一块很久没有出售的奶酪 大谷先生不愿多谈 只说自己也忘了 无论舍乐多想尝尝 先生都没有理会 而每当请先生品尝自己作业的时候 舍乐的心更是紧绷到极点 先生微眯一口 稀稀品味 简单夸赞了一句 面对舍乐的不可知信 也没有再说话 只是任由年轻人高兴地下楼 可在富有农场鬼鬼祟祟 被厂主抓得正着的年轻人神户 是真的笑不出来了 他慌乱跌倒 还押上了富有种下的野菜 好在舍乐及时路过 验出邻居亲户的工人 连连道歉的神户 这才找到机会诉苦 原来他弄丢了一只羊 这才心急如焚 像个东京商务区里 因为业绩不佳 在上司面前被批评的上班族 可对帮忙找羊的乡民们来说 一年丢两只羊是常有的事 包括舍乐先生在内 大家其实并没有太苦恼 但神户还是生怕麻烦大家 希望大家回去休息 自己承受丢羊损失变好 乡民们一听年轻人如此见外 反倒拿神户开起了玩笑 好在小羊已经被找到 在民风淳朴的本地丢个活物 其实是件很难的事 这里也并非是个无聊的地方 孩子们可以发挥自己创想 朋友们也会时不时聚会 或许正因为总人口并不多 所以人与人相识 相知 需要在社交里耗费的心思也不多 就算神户性格在内向 也不必有多少心理负担 只需要尝尝本地的特色农产品 就能在轻松的氛围里到处过往 长辈们本以为神户是札幌来的 却没想到年轻人其实来自东京 先前还在一家外国大企业工作 这已经超出了大家的理解范围 正如一口咬下本地番茄的神户 不敢相信普通的食材 也会有这么好吃 或许在一旁微笑的阿慧 能明白神户出道此地的惊喜 但一下跳入热情的环境 势必会让东京来的神户有些不习惯 大家看出年轻人怯场 便让年纪最相仿的渔民野天 讲述本地流传已久的外星人事件 船长似笑非笑地告诉神户 自己早已看单世俗纷争 因为自己被外星人带走过两次 画室里的家眷们看到憋笑的神户 也跟着笑了起来 北海道的一天就这样结束 虽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 但一个新朋友的出现 足以令大家振奋 可每当有小羊被卖给市场的时候 神户心底还是会止不住难过 舍乐妇女生怕年轻人不习惯 约上神户到市场去玩 这是本地的集会 两周不见的友人也会格外热情 只是神户太过腼腆 大家都不知道在出售什么 舍乐便派出女儿支援 像个北海道人那样招揽顾客 可就在此时 一声惊呼从隔壁传来 只见一位大城市打扮的男人 尝过傅永家的番茄后 用夸张的举止表达赞赏 尝过野天补来的海产之后 也是赞不绝口 还热情拥抱船长 舍乐自家的奶酪也得到高分 市集仿佛变成了美食品监会 满载而归的男人甚至还不知足 连路过草地都要尝尝本地的野草 生怕错过什么风味 而在连连撑起的众眼里 只有东京来的神户若有所思 感觉男人有些面熟 而因为销售业绩惨淡 他也开始后悔参加集市 什么就要做到市场上来游玩 工作这种事情 哪里找得到甜蜜呢 花音未落 一辆半道枯杖的跑车 便引起众人注意 原来是方才的怪异男子 被困在半路 不过不用担心 乡民们总会在关键时刻 伸出援手 当困难得以被大家分担 内心的苦闷自然也少了一大半 拖拉机上的乡民们 也终于明白奇怪的男人是谁 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主厨昭田 此次来到北海道 就是为了寻找尚未被人发现的美味 而今天的菜样 全都是用北海道本地的食材制作 惊丹口中美味的乡民们 不敢相信大家眼中普通的食材 也能被做到这种程度 可主厨要告诉大家 本地的食材其实相当不错 只有看着盆中羊肉面露蓝色的神户 没有加入大家的讨论 他今早还跟这只小羊独处过 转眼间对方就上了三桌 多少有些于心不忍 大家当然明白君子远刨除的道理 想到杀生自然会吃不下肉 但正是因为来到世间的生命珍贵 才更应该珍惜食材的作用 好好享用美味 神酷的心理障碍被打消 再三犹豫之后还是下嘴 甚至被美味感动到哭 先前在东京常年加班 都是深夜回公寓吃冷饭 哪里吃过这么美味的饭菜啊 十尊大叔说的没错 要是大家都有这样的美味 世界都要和平了 大厨也被这一幕深深感动 发誓自己会继续为世界带来美味 为世界和平尽一份力 可花音未落 野天船长便追了出去 指向空中奇怪的云 并跳起召唤外星人的舞蹈 大厨和神会也加入奇怪的仪式 家眷们见状不禁感叹 外来的客人已经变成朋友 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或许这就是北海道的魔力吧 仅仅是平日里稀碎的工作 都能治愈疲惫的人 没有谁生来的梦想是买一个房子 快乐才是亘古不变的追求 只是昨天尝过大厨的手艺后 舍乐突然有了一个新点子 他将朋友们一一召集 准备开一家餐厅 众人就各方面提出意见 反倒忘了最重要的大厨 选址和服务当然很重要 但餐厅的核心还是菜品 以及背后选用的本地优质农产品 而政府也不想出让公共设施 让一行人租界开餐厅 如此一来 食材倒成了最容易凑齐的要素 只是大骨先生不太明白 为何晚辈突然要开间餐厅呢 舍乐不假思索 因为大厨做出的菜很好吃 而乡民们乃至镇上的人 都应该尝到这样的美味才是 理由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分享一份幸福 舍乐鞠躬拜托先生 希望餐厅开业后能用上大骨奶酪 因为这是最好的奶酪 也是大家追求的最好味道 先生听爸不发一语 听说餐厅两个月后才开业 更是沉默良久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徒弟 舍乐高兴地向夫人报告好消息 不敢相信先生真的会答应 夫人却告诉晚辈 我最想吃你做的奶酪 可舍乐牧场没有这种胆量 大骨先生的奶酪是最好的 牧场能够提供黄油 收奶油和手工冰淇淋 也会为餐厅增光天才 虽然还存在变数 但只要盼着餐厅开业 有更多人能享受美味 所有人的心情都好了起来 舍乐也没有片刻松懈 每天都在检验自己的手艺 我不会辜负大骨先生 我也会做出最好的奶酪 实验新菜品的大厨 目前的工作也一切顺利 在大家的劝说下 政府也同意转租场地 大家齐声欢呼 与大骨先生安静的工作室 形成鲜明对比 先生本要品味涂涂手艺 却又突然放弃 他突然好奇 舍乐到底为什么做奶酪 晚辈还是率性回答 称师父当年是用奶酪救了自己 可大骨先生对这个回答很失望 直言涂涂涂以后都不必再来 舍乐听把顿时慌了神 没有了师父引路 他哪里还知道怎么做奶酪 哪里还能做出世间最棒的美味 但大骨没有半点心软 直接告诉涂涂真相 随后酝酿片刻 准备对舍乐解释这一切 可话还没说出口 就突然晕倒 不请人事 舍乐眼见先生突发疾病 急忙高声呼救 邻近的夫人错愕片刻 一拳一拳地跑向丈夫的工作室 却在门口处艰难贪坐下去 不敢在上楼面对丈夫 似乎已经接受了一切 空荡荡的大骨工作室 再也没有师徒两人钻研的身影 也不见那位中日隐居 少言寡语的长辈 说了恐怕再也无法确定 自己的奶酪到底做得怎么样了 只有为丈夫画完一项的夫人 感叹在小镇度过的37年 如今伴侣魂归天国 他也腿脚不便 思来想去 还是投奔住在闸晃的小儿子 他知道邻居们都愿意照顾自己 但大骨家任性的病人 有一个就足够了 丈夫生前就是拒绝住院 一直留在小镇不走 也不把秘密和大家说 到头来还是给朋友们添麻烦了 夫人向晚辈道歉 并祝福大家都能和爱人相濡以沫 可新来小镇的神户 显然没有意识到大骨先生事实 带来了多么大的打击 傅勇让晚辈别再多说 十尊术却率先发难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大骨先生病重不去治疗的事 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 你难道会治病吗 你知道夫人有多么痛苦吗 一向和睦的朋友们 也险些爆发冲突 舍兰或许也是因为不敢面对责问 只是陪女儿玩耍 却突然被夫人叫住 她又回到了大骨工作室 并拥有处置师父遗物的权利 夫人明白 丈夫若能看到自己帮得上晚辈 一定会很高兴 可奢勒却像面对了一层结界 除了向夫人道歉 一步也走不进去 师父可是明确交代过 徒弟以后就别再来了 她还是那个不敢忤逆长者的学生 做不到对恩师的离去释怀 虽然某种意义上来说 小镇的生活并没有改变 甜蛋的幸福也依旧伴随着大家 可奢勒却再也无法像先前那样工作 不论如何 我只是一个做不出美味奶酪的人 是让大骨先生失望的学生 而奢勒的心境也被妻子敏锐捕捉 曾为之拼搏的人生目标就此暂去 曾经和爱如亲生父亲的恩师 嫁和稀去 舍勒心中是难以言喻的悲伤和空虚 却只能戴着大人的面具伪装起来 只有一把抱住丈夫的阿慧 明白如今的舍勒有多么难过 可大家带着悲伤过日子 绝不是大骨先生想看到的 开办一家餐厅的梦想依旧存在 本地的美味需要分享给众人 若还能看到舍勒走出悲伤 重新加入大家的队伍 就更是再好不过 只是夫人搬家后空空荡荡的花式 依旧在旁边默默注视着朋友们 石村看出阿慧难过 联盟界聚会将朋友带走 船长更是为大家带来特殊礼物 这是夫人搬家前留下的 据说是大骨叔最后做出的奶酪 因为今天本该是餐厅开业的日子 大骨没有忘记给徒弟许下的承诺 却没有等来餐厅开业那天 奶酪当然还是美味无比 可舍勒再也撑不下去了 和师父比起来 自己对大家还是没有任何贡献 根本做不出让师父满意的奶酪 不过是个浪费牛奶的人 看来是时候关闭牧场 离开这个地方了 他会提前将牛转卖 不会麻烦朋友们 众人听罢不知所措 大家都明白 奶酪是舍勒一生的追求 因为自我怀疑就把大家丢下 你真是太不把朋友的感情当回事了 跟小时候那个已遇到困难就放弃的孩子 跟父亲一过世 就想丢下家族农场的大学生 哪里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总想着逃避 难道就没有不甘心吗 如果早知道大古书患病 你还会是今天这种表现吗 不但没有半点支持而后勇的振作 还只会逃避家乡 远离生活里的麻烦事 舍勒听罢无地自容 可得真的没有勇气再去做奶了 阿惠临走前提丈夫为大家道歉 大家心里其实也都在愧疚 而要做出离开故乡这样重大的决定 舍勒必定也纠结了很久 舍勒干脆跟妻子坦白 自从两人十年前在北海道相见那天 他就不想再继续接受农场了 为什么不能去大城市生活 为什么自己的女儿要出生在这里 阿惠心底多年的猜想 此刻终于得到证实 舍勒是因为妻子对北海道的向往 对牧场生活的知足 才在十年间不断劝说自己留在北海道 但他不需要爱人的道歉 因为丈夫本就是自由的人 也有追寻自己理想生活的权利 可阿惠的猜想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舍勒不仅仅是为了爱人才留下十年 他也一度拥有过为事业拼搏的目标 而这份职称已经消失不再 大姑夫人大概也能猜到 丈夫生前的徒弟一定有许多谜团仍未解开 所以才会将工作室钥匙寄回 让舍勒自己去寻找答案 已经彻底融入北海道的阳光青年神户 也特意前来告诉舍勒 没有你的奶酪 即是都少了很多趣味 舍勒为神户走出内向和拘谨高兴 可他要告诉年轻人 北海道的冬天真的很难熬 父亲就是在暴雪天去世的 我那时赶回家处理后事 苍茫一片的牧场里只有一群牛 感觉生命最后终结在这里 真的太可怜了 我一走进这里就想逃跑 更别说照顾这么多生命了 而正在我准备达到回府时 父亲生前的一位老友突然找到了牧场 这个做奶酪的手艺人开口就告诉我 要是你不接受父辈传着的牧场 我就再也做不出这么好吃的奶酪了 就是这简短的银丝相遇 让舍勒找到了更多留下的意义 还立志学会大谷先生的手艺 然而现在却还是毫无长进 可在神户看来 有没有长进并非是北海道这个地方的问题 我在这里的半年真的找回了自我 以前在东京当上班族 努力加班加到跨国企业的销售冠军 直到某天才突然醒悟 自己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只是像个机器一样过重复的生活 下了班就回一个人的公寓 随便吃点冷饭冷菜 而自从来了北海道 不论农场牧场多么地广人稀 只要下班了就总有人会抖你 没有谁会是孤单的 下再大的雪也会有人陪伴 舍勒听霸尘末片刻 表示自己只是找不到美味在哪里 但回到牧场准备搬家事宜 一旁的石尊欲言又指 大家其实都希望朋友能够幸福 所以他没有再挽留舍乐 而是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其实我和大部分乡民一样 并非生来就在农民或牧民家庭 只是20岁那年去东京追寻音乐梦想的时候 越来越严重的哮喘剥夺了我的梦想 并掩查到最后 只是身体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适应不了 可绿色食品太贵了 在东京哪里吃得起呢 只好来北海道一个人摸索自己重 那时候没有经验 没有土地 是大谷先生把水田汉地都交给了我 说以后的年轻人会需要绿色食物 这大安大德真是莫尺难忘 所以我不可能拒绝大谷先生 向大家隐瞒他病情的要求 一直在骗你 真的很抱歉 恍然大悟的舍乐 终于明白大谷先生一直到最后 都在为自己和大家着想 他还是来到先前的奶酪工作室 准备接下师傅的遗物 身后的朋友们更是将桥梁拆毁 以免拿到钥匙的舍乐再犹豫 舍乐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愧疚 回顾这曾经写满师徒记忆的地方 最终来到顶层的阁楼 这是大谷先生最后度过晚年的地方 空空荡荡的货架里 奶酪早按照最后订单受空 只有最为陈旧的那份 依然等待着舍乐 直到看见奶酪上标注的时间 舍乐才惊觉 这是十年前与师傅相遇那天 亲口尝过的那瓶奶酪 师傅其实一直记挂着自己 也在一路陪伴中记忆过许多墾地 而他其实早就告诉过徒弟 不是要去学别人 而是要做自己的奶酪 十年之后的舍乐 总算明白师傅的用心良苦 他尝下一块奶酪 不仅是世间美味 更是师傅存在过的证明 和徒弟做出的奶酪相比 虽然各有侧重 但都是世间美味 汤水渡河而来的朋友们 也终于可以大声告诉大谷先生 我们不会辜负您 我们都会陪着舍乐 舍乐听拜已是气不成声 自己险些又做个 遇到困难就逃避的人 他深深居下一躬 感谢师傅最后点名了自己 其实大家最想吃的 就是我做的奶酪啊 台办餐厅所缺的最后一位食材 终于就此补上 大家围绕在一起加油苦尽 是要把本地最好的美味 把属于大家的那一份幸福 分享给更多远道而来的人 虽然总会有疲惫的时候 但有什么是一杯热奶解决不了的呢 十年前的那一天 阿辉就是接过舍乐的牛奶 一杯入口直接温暖到了心底 直到女儿降生之后 阿辉也终于明白 奶水就是来自母亲的爱意啊 舍乐制作的奶酪里 也是她对大家的爱 这里绝不是孤独无助的地方 我们都是你的伙伴 当心终欲结一一解开 被命名为天空的餐厅 终于正式开门迎客 大家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美酒 并乘上用绿色食材制作的美味 这些菜看似简单 却包含着对大家健康的祝福 石村的妻子就是一名护士 如果大家都有了健康绿色的饮食 爱人也不会那么辛苦 连一向不爱吃番茄的官员 尝过本地种植的绿色蔬果后 也是赞不绝口 鲜嫩的羊肉就更不用说了 神户可是每天都在精心招来羊群 而大厨为大家介绍的最后一道菜 是本地最好的奶酪 那便是舍乐牧场的奶酪 不需要过多加工和调味 大谷夫人就是那个最有发言权的人 丈夫去世后还有如此美味留存 他要衷心感谢晚辈 而舍乐也要告诉客人们 大家最近失去了一位恩师 他也一度悲痛欲绝 想要逃避今后的挑战 可对于那些还在活着的人 最好的选择其实就是好好活着 既然最后都只能活下去 就应该活出自己的样子 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们的餐厅今日正式开业 以后也会欢迎大家光临 而作为餐后甜点 就用大谷先生留下的 十年帕米森干涝 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鉴别吧 本地官员也感动到无意复加 感谢大家为北海道做出的美味 而就在大家欢欣鼓舞时 船长突然发现了外星人的踪迹 大家并肩站在天空之下 相信那是大谷先生来看望大家 不论北海道的冬天再漫长 热烈的爱也会战胜困难 未来不是走得最远 未来是走到自己的心里面 全片完 天空餐厅是2019年上映于日本的剧情电影 影片带我们走进风光秀丽的北海道 透过一群性格各异却又同样热烈善良的乡民 讲述了天空餐厅开业的故事 尽管冬季漫长的北海道不是什么人口稠密地区 但由于纬度更高 昼夜温差也较大 这里种出的蔬菜瓜果品质优异 不论是人还是植物都在忍受寒风和霜降 为人们孕育一番美味 而生活里那些琐碎的杂事 和每天下班后的疲惫与消沉 不也是生命里的寒冬吗 如果瓜果有农人精心的陪伴与帮助 那度过寒冬的人们 其实也需要最日常不过 却又最不可或缺的陪伴与理解 熬过寒冬的瓜果更香甜 不被挫折击败的人们 以定点和幸福尽一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听完今天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一段工作的时光 在工作繁忙的时候 当时陪伴你最爱的食物又是哪些呢 或者说你在下班烦闷时 又有什么调节自我心情的方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体验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啦